歡迎大家收看 喬寧日誌 登登 到了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咖啡廳啦 OK 那我們就進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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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超級大早餐 好 這是我今天點的超級大早餐 給大家看鏡頭 很好吃吧 有炒蛋 炒菇 炒馬鈴薯 吐司 然後這個是培根 然後一些醬 這應該是果醬 然後有一些沙拉 這超級大的早餐 我現在吃給大家看 我今天點的是北溪 好 要先從哪裡開始吃呢 先吃這個好了 熱狗香腸 先吃原味 好吃 再加番茄醬 超好吃的 它這個應該是雞肉肉 它整個超juicy的 它這個很切麵的阿 這個要不要 這是chili sauce 好 嗯 快杯 沾這個醬 這是他給的一個醬 上面有一些豆豆 嗯 它有點像 旁邊還有醬汁這樣 然後有再加一些這些 黃豆這樣 還蠻健康的 這就是他的一口蛋 嗯 他的蛋只有撒一些些鹽巴跟胡椒在裡面 味道還蠻清爽的 淡淡的 他裡面還有番茄耶 嗯 很大一個番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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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他的馬鈴薯 他是小小的馬鈴薯 然後加這個 番茄醬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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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這個是 培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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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的培根本身味道 嗯 嗯 不會太重太鹹 然後他只是 稍微就是 炒一下 或者是用 那個平板筋一下這樣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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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我本身不喜歡吃咕咕 可是他有兩種咕咕在裡面 他的咕咕是稍微就是半炒一下 然後也是加一點點胡椒跟鹽巴醬的那個 嗯 是屬於清淡的那種 還不錯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炒主司 他又給一片然後再切 對切 然後他又給 新大波很紅的奶油 SCS奶油 然後這個奶油是有鹽的 打開很漂亮的 其實這樣 如果他本身還有給這個 然後他本身還要給這個 果醬 AK koska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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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你要搭巴士或MRT到章魚機場的Terminal 2 那你要找到Terminal 2的一個Bus Station 就是航廈外面的公車站 然後沿著公車站往出口方向到高速公路方向 HIGHWAY的方向走 一直走斜坡一直往上一直走 然後看你的左手邊就有這間餐廳囉 最後一口腸 我坐這個位置啊 右前方有一隻很可愛的海龍躺著 好可愛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我前面有隻好可愛的恐龍藏在這邊 它這邊是一個side ball 然後會裝以這裡是哪裡這樣子 然後現在這間餐廳 外面排好多人喔 大部分都是來騎腳踏車然後來這邊吃早餐 到樁上來說 所以2個過程 海洋山魚驊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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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